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开始学习新概念英语第四册的第31课 Lesson 31 The Sculptor Speaks 这个作者是美国现代著名的大雕塑家亨利摩尔 这篇文章的标题也是用了一个压手运的方法 大家可能能感受到 你看 The Sculptor Speaks 开头的也是压手运 这四册里到处都是大师 那么这篇文章是一个专门的雕塑家写的 这个雕塑家应该具备的什么样的素质和能力 这个对我们对欣赏雕塑以后有启发的作用 首先打开教材 打开四册的课本到183页 咱们先来跟老师看一下这棵书的生词和端语部分 好 动作快些 183页 跟我念 Read after me Colorbl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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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ception Perception Compreh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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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atial Spatial Visualize Visualize Reminisc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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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tp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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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sh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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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r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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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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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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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dybi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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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wru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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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了 这是这个书的生词和端语 那么像往常一样 咱们来看一看这个书的重点词汇 我们先看第一个重点词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perception 刚老师大声再读一遍 perception perception 这个词也高频出现了一个词汇 这不好理解 因为它意思比较多 而且这三个常见意思都很常见 咱们这重点来看一看 这个单词争取咱们会用 第一次表示知觉感知能力 就是对外界 什么我们视觉 嗅觉 味觉 触觉 听觉 能感受到外界世界这个能力 知觉 感知能力 第二个 对事物本质的迅速能够看清的这个能力 叫洞察力 第三个 就是某人对某个事件的看法 三个意思都很常见 咱们一一来看看 第一次就是本文中的意思表示 知觉 感知能力 表示这个意思 我们用大写字母U 还是表示incountable 不可以数的 感知能力 不可数 抽象的这个能力 它是一个正式的书面语 FML1.2 表示formal 正式的书面语 表示什么 ability to see hear or understand 就能够看到 听到 或者理解的这个能力 就知觉 人的感知能力 咱们看一些简单例子 比如说 visual perception 叫人的视觉 visual 表示眼睛的 跟看相关的 这个感知能力 叫人的视觉 对吧 再比如说 our perception of reality 我们对于现实的 世界的感知能力 我们对现实 周遭的现实的 感知能力 什么什么 的 某方面 的 对于什么的 感知能力 我们注意后面 这次叫off 注意 人切自搭配 通过例子同时看到 下面我们再看一个 本课书中的例子 在本课书中出现了 这个含义 就在本文183页 第7行到第9行 就是第一段的最后一句话 第一段的最后一句话 咱们看看这是怎么说的 他说 Though they may attain considerable accuracy in the perception of flat form they do not make the further intellectual and emotional effort needed to comprehend the form in its full spatial existence 这是感知能力了 尽管累就人们了 可能在对平面物体的 感知方面相当的精确 就可以相当精确的感知 这个平面的形状 但是呢 他们却没有进一步的 在智力上或者情感上 努力去理解 这个事物在空间 完整的这么一个存在 这个感知 平面形状的能力 这个感知叫perception 这是第一个意思 叫感知能力 不可署名词 记住 对于什么什么的感知 我们借此加off 连借此同时记住 那么第二个意思 我们说了表示洞察力 表示这个意思 依然是不可署名词 incountable 也是书面语 表示什么呢 the ability to understand the true nature of something 能够理解某个东西的本质的 这么一个能力 就一眼看穿它的本质 这叫洞察力 表示这个意思 特别类似于大家更熟悉的 insight 看到里边去了 一眼看到本质了 这个能力 他对于这个问题的分析 怎么样呢 展示出了非常强大的洞察力 一眼能看透事物的本质 这个能力叫洞察力 也用perception 但还有另外一个常见意思 也是常见的 表示对于某个事情的看法 表示这个意思 就是可署名词了 某人的看法 一个看法 两个看法 可署 也是perception 表示什么呢 the way you think about something and your idea of what it is what it is like 就是你看待事物的这么一个方式 或者你对这事物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你的内心的想法 就是我们内心的对于外界事物 或者外界现实的一个看法 内心的看法 可署名词 看例子 my perception of the matter is that 这常见剧情都会飞起来了 我对此事的看法是 后面加表语从去就行了 对于什么的看法 后面借词依然叫off 不要小瞧借词 英语是借词的语言 借词不叫灵活 我对于这个事物的看法是什么什么 再比较说 the public perception of the government performance 就是老百姓对于政府表现的看法 公众心目中认为政府究竟是好还是不好 perception 相当于我们说的idea 想法 看法 对外界事物 或某人某个组织的看法 注意后面借词下off 回顾这三个意思 第一个 人的知觉感知能力 第二个 表示洞察力 敏锐的洞察力 第三个 表示对外界事物 或者人的看法 表示知觉或者洞察力是不可数的 对于什么的看法 这个含义就可数了 那么这是我们看到它的名词形式 动词形式比较简单 动词形式咱们早就见过了 三册的接触过 叫做perceive 一般翻译成 觉察到或者注意到 外界某个人或某个现象 还可以表示 对于什么什么 理解 理解某人某事物 都可以用它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perceive 觉察到 注意到 或者理解某人某事 它的形式形式常见的两个 第一个是可觉察到的 可以感知到的 特别好记 就是后面加了IBLE这个字根 IBLE ABLE 一般表示可以什么什么的 所以可感知到的 可觉察到的用它 我们大声读一遍 perceptible 可以觉察到的 可以感知到的 还有一个词 咱们以前见过 就是敏锐的 有洞察力的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perceptive perceptive 敏锐的 有洞察力的 perceive 这个动词 同个的形式 有两个 把它记住就好了 这个词我们举一反三的 看一看 这个词是有自根的 这个里面出现了 CEIV 在动词里面 那么在刚才的名词里面 出现了CEPT 有的时候 这个词根有变形 它会拼成 CIP CIP 或者CIPAT Ciptate 意思 类似 都是表示 to take 拿走 都有表示拿走 take 拿过来了 有这个含义 你看 所有相关的 有的拼写里面 基本都包括这个含义在里面 背单词 速度就快了 而且拼写也不容易拼错 对吧 里面我说本文中 perception 表示知觉感知能力 或者洞察力 对事物的看法 里边 Cept Cept 我们说的表示拿 前面 per 怎么多次看到 表示 穿透 意思 就是 through 穿过去 穿过去 把本质给拿走了 是不是感知到的东西 把它穿透 拿走本质 是不是洞察力 这个事情 看 这个含义也出来了 我对外界的看法 就抓住了它这个本质 我拿过来了 穿透 拿走 洞察力 感知能力 特别好记 对吧 包括刚才那个动词 perceive 自根 变形一下 但还是穿过去 拿走 感知觉察 理解了什么什么东西 对吧 可以感知的perceptible 那么敏锐的叫perceptive 一下能拿走核心的东西 穿透并拿走 再比如说 我们有个动词叫accept 都知道 就要接受了 为什么 这个ac 自根 这个字头了应该说 意思特别多 其中有一个意思 当作动词不定是符号to 去做这个事情 去给它拿走 去拿走了 是不是接受了 我拿走了 拿回家去了 去拿它 去拿走它 接受 同样的 它的形容字形式 可以接受的 acceptable 还是来自于这个字根 还有acceptance 对于什么什么的接受 它的名字形式 去拿走吗 接受了吗 给我了 我拿走了吗 对不对 再看 再比如说deceive 咱们认识叫欺骗的意思 你看ceive是拿 de意思很多 其中有意思表示away 离开的意思 刚好take away 把东西给拿走了 为什么 为什么骗你 我拿走你的东西 你的钱 你的东西跟我走了 骗了你了 欺骗 拿走别人的东西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deceive 好记得吧 再比如说我们看它的名词 deception 欺骗这个行为 还有欺骗的 deceptive 欺骗别人的 欺骗的是形容词 还有我们说 except 在本身可不是 借词 除了什么什么情况之外 这个字头 大家无比熟悉 ex表示out 在外面 刚好take out 拿到外边来了 不是除了它之外吗 我们这一大堆东西 是我要的 这个东西拿走了 拿到外边去了 我排除它们 除了什么什么 拿到外边去 它的名词形是exception 可以表示特例个案 例外的情况 拿到外边来了 还有exceptional 就是例外的 或者是杰出的 非凡的 拿到外边来 跟一般人不一样的 可以用exceptional 表示例外的 或者杰出的 非凡的 了不起的 再看 还有intercept intercept 叫中途拦截 我们看到inter 咱们多次讲过 叫between 在什么什么之间 national是国家的 国际的 就国家之间 叫international 对不对 那么在中间 可能拿走了 半路上 我拿走了 中途拦截 intercept 我们再读一下这种词 intercept intercept 半路拿走了 中途拦截 它的名词形式 那么中途拦截的人 拦截者 叫interceptor 中途拦截这个行为 叫interception 都是出自刚才那几个字根 他半路上给拿走了 再看 还有动词叫receive receive叫接收到了 我接受了某个东西 接收到了 为什么 我拿回去了 接收到了 拿回家了 那么CEIB是拿 RE可以表示back 回来 take back 拿回家了 我接受了这个东西 对吧 还有它的名词形式 reception 叫做接受某个东西 或者接待 对某人的接待也行 receive也是跟它同根的字 这表示什么收条 收据 有这个意思 receptionist 表示接待员 或者前台的接待员 总之都是来自于这个含义 再比如说 还有一个词叫anticipate 我们知道相当于expect 预期或者预料 为什么 anti这字头意思特别多 其中有意思 before 提前先拿走了 对吧 我预期到这个会发生 我提前先拿走 预期预料 同样它的名词 anticipation 预期预料的名词 还有预期的 预期之中的 叫 anticipatory 把后面那个anticipation 换成形式字根 t or anticipatory 预期的预料的就好了 再比如说participate 我们知道这个part 这个字根就像那part 就部分的意思 刚好呢 cipat还是比较拿 拿走一部分 是不是参与的意思吧 对吧 我参与了吗 这一共100% 我拿走10% 你拿到10% 我参与其中 拿走一部分 叫做participate 非常好奇 那么参与者 参加者 就participate 表示人 可说没词 还有参与 这个行为叫participation 都行 我分别读一下 参与参加 participate 参加者 participate 参加这个行为 participation 都可以 再还有呢 你像这个 emancipate 这叫解救 解放 尤其解放某种人 这在三册的第四课 咱们就讲过 这个icipate 这个字根还是表示take 拿走 这个e 还是表示out 跟ex一样 外边 这个man 注意这个字根 不是人类的意思 这个字根表示手 手 三册讲过 体力的 或者手工的 叫做manual 还记得吗 这是手 刚好 把手拿出来了 拿到外边 把手拿到外边来了 不是解放了吗 注意别发现是解手 跟上厕所 没关系 手原来被捆住 现在手拿出来了 解放了某人 这是解放 动词我们大说度下 emancipate 对吧 我们说emancipate slaves emancipate women 什么解放奴隶 解放妇女 可以用它 还有一个17克 咱们讲过的 叫susceptible 叫做 易患某种病的 容易得某种病的 后面 这个 CEPT 还是表示 拿的意思 前面 SUS 当然有的时候 是SUB 意思类似都是 Ender 把下面的东西 可以拿走的 刚好把下面拿走了 削弱它的根基了 人身体弱 把下面的根本拿走了 它容易摔倒 容易得病 叫susceptible 拿走下面的根基 就易患病的 容易得病的 身体不好的 这个我们可以放在一块来 记忆 反正都是跟 拿相关重要字根 相关词词 可以 相关词汇 可以同时记住 这个词跟老师 就看在这 好 下面一个重点词 再看一看 完全理解 我们大声先跟老师读一遍 comprehend comprehend 叫对于某个东西的完全理解 注意可以当级物动词来用 直接可以加评语 我们看它的英文解释 understand something fully 解释特别清晰 就是完全理解某个东西 看例子 how could you possibly comprehend the difficulties of my situation 我说你怎么可能完全理解 我的处境的困难 我的这个难处呢 你怎么可能完全理解呢 comprehend 完全理解某个东西 这个could经常跟possibly连用 咱们以前也说过 好 那么我们这个词 它本身也有字根 哪个字根呢 就prehand 有的是prehends 根据它的词性不同 它后面评计有变化 比较什么呢 to seize 抓住的意思 就是抓住 这个意思表示紧紧地抓住 卧牢 你像刚才那个comprehend prehand是seize come 是together 就是一起的意思 我们这是com con 还有co都有这意思 一块全都抓住了 是不是完全理解了 把你的要点全抓到一块去了 完全理解了 有这个含义 它的名词形式 对于某个东西的完全理解 我们的考试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reading comprehension 阅读理解 听力理解 都用它 再大声嘟一遍 comprehend 同样的 这个形容词叫包罗万象的全面的 这也是我们考试常考的一个词了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comprehensive comprehensive 包罗万象的全面的 有这个字根就好记了 为什么 全都抓住了 没有一个东西松手 完全都抓住了 所以就包罗万象 好记 再多看几个字 还有一个词叫 apprehend 有人读成apprehend apprehend 都行 第一个字母a清读 但是读a读成a 都算对 那个ap跟那个ac 类似 都可以表示 动词不定是for to 去 来 去不得抓起来 去抓住他 是不是逮捕某人的意思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两个翻译都对 apprehend 或者这么念 apprehend 都算对 叫逮捕 去抓住他去 对吧 它的名词叫apprehension 或者动译apprehension 可以表示逮捕某人 这个行为 也会是忧虑或者恐惧 心中的担忧 我要被逮捕了 当然心中害怕了 逮捕或者忧虑 恐惧 都可以用它 我们分别再读一下 apprehension 也可以这么念 apprehension 两个翻译都可以 都对 那么它的形容词形式 也很常见 忧虑的 害怕的 不安的 这个一般不犯着逮捕的了 那就忧虑的 心中不安的 非常担忧的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apprehensive 或者这么念 apprehensive 意思一样 这忧虑的 英语不能沉默地学 英语语言要把它的声音 字形和含义 紧紧的联系到一块 听到声音 能知道是哪个词 立刻反映出中文含义 看到形状 能反映出是哪个词 立刻反映出中文含义 同时用中文含义 立刻能反映出这个单词的形状和声音 所以三个东西要紧密挂钩 就单词的声音 形状 还有它的含义 所以平时必须下功夫 好多同学在微信 当然李老师联系方式在我的博客里面有 李老师博客好多的秘密去里不去发掘 好多同学在微信里跟我说 李老师 我这个单词记不住 您有什么秘诀 当然我们在讲课期间给了大家很多秘诀 比如通过单词的一些自根 自首 包括我们通过单词的一些比较好玩的一些 什么谐音等等等等 包括编个小故事 可能辅助性的帮你背单词 但是单词不重复是不行的 咱们作为一个英语爱好者 单词 没有一个单词可以轻易放过 单词书就放到包里 没事拿出来看一看 重复比其他任何东西都管用 即便你没有任何方法 只要重复到了一定变数 也可以背起来 李老师说过 当年毛义生 中国桥梁专家 80多岁的时候被援助率能背好几千位 老爷子记性好 有人说 毛老您记忆力好 有秘诀吗 毛义生说过 有秘诀 七个字 重复 重复 再重复 希望大家把这些记住 好 这是我们看到 upperhand又是一个 去抓住他 逮捕 还有一个叫 reprend reprend 表示批评或者指责 这个比较文气了 我们大声先读一下 reprend reprend 批评或者指责 prehand还是抓住 这个re叫back 相当回来 多次看到 给它抓回来了 好好catch你 批评指责 把它抓回来 好好批评它 catch他 批评指责 有这个含义 同样的 批评指责的名词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reprend reprend 还有应该接受指责的 应该受批评的 大声再读一下 reprend reprend 这几个同根字 可以把它同时记住 好 这个单词跟老师 就看在这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再看一看 设想或者想象 注意中间这个s 又是发 这个声音 这个像大写的 像三一样 阿拉伯数字三一样的 这个 这个 福音 这个一般呢 把它发成 这个声音 特别像汉语拼的 这个字母R 它不是发 re 它是把 蛇肩往前指顶向 上下它 visual 这么一个声音 大声来没 visualize visualize 设想 或者是想象 它就相当于 更通俗的 imagine 两次同一词 什么意思呢 to form a picture of someone or something in your mind 在我们的大脑里边 构成了 对于什么什么 这个形象 就设想或想象 form a picture of 本身也是个固定搭配 也是设想的意思 设想想象 比如说 I tried to visualize the house while he was describing it 我说当他呢 在描述这种房子的时候呢 我努力的想 设想 想象一下 这种房子的样子 他一边描述 我大动中形成了一个 这个房子图景 这叫设想或者想象 对吧 visualize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I'm just trying to visualize how this hat would look with my new dress 我现在正在 努力设想一下 我这个新帽子 这个帽子 配我新的衣服 或者新裙子 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我现在新裙子 没有在旁边 我就设想一下 设想一下 如果穿上那个裙子的话 会是转一副样子 你看在大脑里面形成了 对某人某事物的一个 心目中的形象 就设想或想象 当然这个dress 紧的表示衣服 也能表示连衣裙 我们说skirt 一般是半截裙 这个dress 一般是连衣裙 好 这是设想或想象 那么好几个词 可以跟他替换 我们三册里 大量出现的是imagine 这个同一词 一样的 我们大声先读一下 注意发音不要读imagine 字母i 在这里发短音 再次强调不是e 而是en 不是in 大声来呗 imagine imagine 好 这是设想 或者是想象 三册的第十二课 荒岛生活 就讲过 we sometimes imagine a desert island to be a sort of paradise where the sun always shines 我们有的时候 把荒岛想象成天堂般的地方 那里阳光总是在照耀 imagine 设想或想象 即无动词 三册十二课 荒岛生活 那再比如说 我们看三册的第七课 残潮鉴别组 也出现这个词 这是个歧视句 imagine the dismay when they found a beautifully cooked wallet and nose turned to ash 我说你想象一下 当他发现 一个被烹饪的 非常好的一个钱包 并且纸币 都变成了灰的时候 脸上那副 哎呦 哎 又惊讶 又沮丧的表情 这个dismay 咱们三册讲 我就是这种感觉 哎呦 哎 惊恶沮丧的感觉 想象一下吧 在头脑中设想 跟visualize 记住 同一词 含义搭配完全一样 还有我们刚才提过一个 我们有时用这个picture 但是picture 刚才我们看的是名词 但picture做动词 也有类似含义 也是心目中形成一个picture 设想想象 看例子 I can't picture the village without the old church 我无法想象 这个村子 如果没有这个老教堂 会是怎么样一副样子 我根本无法想象 这老教堂是村子必备的一部分 也没有的话 我不能想象 这村子会是什么样一个样子 说明反对 抄这个 去拆这教堂 还有 we found it hard to picture him as the father of tainted sons 这个把什么想象为试 设想为试 有的时候后面可以加这次as 跟picture来搭配 这个怎么样 我们觉得很难去想象 他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的父亲 就这个人一看 我看这小伙子最多也就六岁 六岁夸张了 最多也就26岁 我无法想象 他儿子少几了 他长得太少性了 看着很年轻 这个picture就是设想或者想象 可以用它 还可以用它的名词形式 叫form a picture of 放在一块 就相当于动词 visualize或者imagine 还是设想想象的意思 同样咱们看一些例子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form a picture of life in the sixth century because there is a lack of historical evidence 我们很难去想象一下公元六世纪当时的生活 因为缺乏历史上的证据 证据evidence不可数明词 咱们在第三册就说过 想象一下历史上的这个情况 form a picture of 我们再看三册第十二课 荒岛生活出现这个句子 这是三册十二课的第一句话 他说 Most of us have formed an unrealistic picture of life on a desert island 我们大多数人对于荒岛生活 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想象 这个荒岛生活 life后面不能叫off 不能叫on 这三册也讲过 建议学四册同学 如果直报了四册的班 建议大家把三册好好看一看 因为三册里内容比四册更加丰富 60篇文章 而三册的后20课数 是相当有难度的 大家别觉得三册很简单 打基础特别重要 这是设想想象 form a picture of 也可以 有的时候还可以用更文气的词 咱们在前面见过的 conceive 注意 我们加这次of conceive of 也可以表示设想或者想象 conceive 也可以表示怀孕的意思 设想想象 我们不要加off 大声先读一下 conceive conceive 设想是在脑子里酝酿 怀孕是在子宫里边 肚子里边酝酿 反正都是里边有个东西 设想想象 我们看例子 Can you conceive of a situation in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ever have to use its nuclear arsenal Arsenal不是军火或军火库的意思 你能不能想象这么一个情景 在什么情景 这个情景之中 美国不得不使用它的核武器 能不能想象这么一个情景 设想想象 conceive of 我们后来把这军火或军火库 这个词大声也读一下 Arsenal Arsenal 武器 军火 军火库 注意不可数 那么同样再看一个例子 当然这个句子出自私策 263页 第30到31行 第45课 263页 第30到31行 它说什么呢 I have often tried to conceive of what those pages might contain but of course I cannot do so because I am a prisoner of the present day world Just as all of you are 他说 我经常要努力想设想一下 这些纸上 这些页纸上 里面包含什么内容 写的是什么东西 但是当然我不能够这么做 因为我是我们当代世界的一个囚犯 正如你们所有人都一样 但是这个囚犯不是真正被关到监狱了 就由于局限性思维被禁锢在这个范围之中 再回顾一下 我经常适的来设想一下 想象一下 这些纸上写的是什么字 写的什么内容 当然我根本做不到这一点 因为我是我当代世界的这么一个囚犯 正如你们大家都是一样 conceive of 设想或想象 咱们回顾一下 表示设想想象 心目中形成个情景 及一个常见搭配 本文中中心词 visualize 还可以用imagine picture做动词 或者form a picture of 或者用更加正式的conceive of这个结构 好 这个词相关的单词跟老师就看到这 下面一个也是本文中最后一个重点词 我们看一下这个回忆 或者是回忆录都行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reminiscence reminiscence 表示回忆或者是回忆录都行 我们先看看它的第一个含义 表示回忆或者怀旧这种行为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reminiscence 它表示recalling of the past events and experiences recall 类似动词 remember 回忆的意思 回忆过往的事件和经历 叫回忆或者怀旧 注意它是不可除名词 表示回忆这个行为 那么看一些例子 在本文中的183页 15行到第16行出现了 183页15 到底16行 他说 那么并且作为一个敏锐的 一个对于雕塑品的观察者 或欣赏者来说 怎么样呢 他必须同样的学会 把形状就当作一个形状来感受 而不是作为描述 或者作为回忆怀旧 这种感受 去感觉这个形状 把形状看作一个 就是抽象的形状 不要再看看这个形状 是怎么样一个描述 或者形状 我们回忆一下 这形状有什么含义 用不着 就是看这形状本身 当形状来感受就可以了 注意reminiscence 不可除名词 回忆或者是怀旧 但是它的第二个含义 就不但是可除 而往往用复述了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reminiscences reminiscences 这PL还是比较 plural 就比较复述了 一般用复述 比较spoken or written account of one's remembered experiences 就是对于某人能够回忆的 能够记得起来的 经历的 口头的 或者书面的陈述 这个我们知道 account在这不是账目 而是叙述陈述的意思 就是叙述某人 能够记忆中的 这个经历 无论是口头的 还是书面的 都叫reminiscences 回忆或者回忆录 比如说 the novel contains endless reminiscences of or about the author's youth 那么这部小说中 包含了 没没了的 这个作者 对于他青春时代的 这个回忆 那么对具体某个事件的 书面或口头的陈述 就历史事件 自己经历的事件的陈述 主要reminiscences 对于什么的 回忆或回忆录 我们叫of 或者about 就行了 这是reminiscences 两个含义 表示回忆录 这个行为不可数 表示回忆录 或对过往事件 或经历的陈述 是可数的 而且用复数 把这个记住 它的同根的动词 就是reminiscence 这个词表示 缅怀往事 或者怀旧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reminisc reminisc 中音在ness 这个字根 它表示 to talk or think about pleasant events in your past 盘论 或者是 想那些过往的 令人愉快的事件 所以叫缅怀往事 一般都是 回顾当年的光辉岁月 回顾当年的好日子 开心的时候 缅怀往事 或者怀旧 叫reminisc 这个搭配 往往在后面加 就是about reminisc about something 这个回忆 或缅怀 某个愉快的事 比如说看例子 we spend a happy evening reminisc about the past 我们花了整整 一晚上的时间 很开心 在缅怀 过往的世界 讨论 比如当时上学的时候 那些开心的时候 愉快的经历 大家边说边笑 促膝谈心 这种感觉叫reminisc about 跟它的动词形式 可以同时记录 那么我们做个辩析 还有一个词 也是专门表示 某人对自己的自传 叫memoirs 也是习惯用复述 习惯用复述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memoirs memoirs 这是专业指某人的 回忆录和自传 就一本书了 什么意思 a book by someone important and famous in which they write about their life and experiences 就是一本书 有关某个重要的 或著名人物的一本书 在书中 他们写有关他们的生活 和他们的经历 叫做某人的回忆录或自传 什么曼德拉回忆录 什么林肯回忆录等等 当然 李延龙就写不了回忆录 因为我是普通老百姓 所以著名或重要人物的 回忆录生的时间的书 叫做memoirs 可以用它 比如说 Lady Thatcher had just published her memoirs 那个Thatcher叫Sacher了 Sacher夫人刚刚出版了 她本人的回忆录 叫memoirs 还有一个叫备忘录 在公司里面 发给另外一个人看的备忘录 这个写权叫memorandum 但一般我们都用缩写形式 就是memo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memo memorandum 这就容易搞混 它表示 A short official note to another person in the same company or organization 就在同一个公司 或者同一个机构里面 你发给另外一个人的 一个很短小的正式的 这么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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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签的纸条 或者提醒的 别忘记某个事情的 这么一个备忘录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memo 或者是memorandum 备忘录 就提醒自己同事 别忘记某个事情 一个小的便条 或者当然现在电子版本也行了 就备忘录 比如说 I sent him a memo reminding him about the meeting 我给他发了一份备忘录 提醒他 别忘记今天的会议 好 这次会议 这是我们看到 第31个的重点的声词端语部分 好 跟老师就看到这儿 希望大家仔细复习 牢牢掌握